火车上传来阵阵声响非常有节奏 其实这次车上乘客的打含声 这辆宜兰开往台北的台铁东行线列车 前座男子的含声整列车厢的乘客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过这声音真的超像摩托车 还有人说更像电锯发动后轰隆隆的声响 再仔细对比一下 越野机车吹下油门 引擎声响节奏感都和这打含声非常的似 听听跟这两个声响闭上眼睛一听 声音还是有点像 让火车瞬间变成伐木工厂 民众看了影片也很佩服这整个车厢的人 都能忍受这大声的打含声 但这样的行为无法可管吗 柔性的劝导 对对对对 不能说硬性那个 过去就曾发生罪汗在车厢里大吵 引来列车长劝说 有富人直接在列车里卖早餐 扰人轻梦 甚至还有乘客在车厢里捡指甲乱丢 台铁人员私下表示 这样的行为没有标准作业程序可以遵循 如果有人反应只能柔性劝导 请乘客移动到人较少的车厢 而这大声的打含声 让同车乘客听了一个多小时 几乎快抓狂 记者林医生已来报道